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芳新人 玛丽社长 在座的所有的贵宾 大家辛苦了 这是最后一堂了 希望可以轻松一点 那我非常的感谢远建 在去年的这个高峰会 邀请我以国发会主委的 这一个角色 来这边跟大家报告 我们正在推动的叫做 国家的战略计划 地方创生 那么那时候 我就从政策面上来 跟大家做报告 跟做分享 那么大概一千多天 在国发会的任内 再加上今年520之后 离开了国发会 也快也超过了五个月 对我来讲 地方创生是我的一个奇幻旅程 为什么 因为过去国发会 或者它的前期 经建会的工作 都只在拨化国家的 重要的政策的方向 但是执行面上面 都是交给部会之执行 但是地方创生 让我深入地方 走进地方 了解地方 所以我认为 是对我自己 是一个奇幻的旅程 那今天我想就来 跟大家报告 这一个已经点火的 一个国家战略的计划 在经过这两年多来的 全体的国人关注 还有很多的地方的创生团队 大家投入之后 究竟我们看到 怎么样的进度 我们未来还会碰到 怎么样的困难 那我想跟大家来 做一个分享 回顾一下 2018年的5月20号 行政院成立了 地方创生汇报 为什么要有一个 国家级的这个地方 创生的战略计划呢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 台湾的人口结构 产生了很大的困扰 所谓困难就是 我们的高龄少子化 已经非常严重了 从2017年开始 我们的新生额 就没有到20万了 那么我们的人口 负成长在当初预估 2022年就会负成长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 很遗憾的 今年我们的人口 就会负成长 而我们今年1月到9月 我们的新生额 只有11.9万人 不到12万人 所以我们今年的生育率 可能又会创新低 再加上台湾 虽然三次的政党轮替了 可是我们的建设 永远中北清南 中西清东 所以台湾有三分之二的 土地的面积 其实人口是外流的 那人口外流 台湾的发展 整体不均衡 台湾是不健康的 所以2018年成立了 行政院由院长亲自带领了产官学 还有我们的产业界 一起成立这个汇报 并在这个汇报宣布去年 叫做我们的台湾地方创生元年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努力的 开始跟地方去做沟通 跟做说明 那这两年来 地方创生其实在台湾 已经是一个显学 如果你到哪里 大概都会听到 这个名词我都听过了 我知道政府在推动了 非常感谢远建 在前年就帮我们出了 地方创生的实践的专刊 不只把政策面的做法 说得非常清楚 而且也访问了很多很多的个案 让大家充分的理解 政府究竟想要做什么 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来 台湾已经有关地方创生的书 已经有超过十本以上 甚至其中有一本 风土经济学 还是今年的金鼎奖的得奖 所以这已经变成 为我一个风气 而且还是一个 大家都能够已经有共识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计划 我非常的感谢 其实当我离开国发会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很习惯 大家都会说人去正习 所以我离开以后 就会有很多人担心 这个地方创生 还会不会再推动呢 我非常感谢台湾 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尤其是有几个非常有 具有前瞻领导的 这些意见的领袖 包含等一下会跟我们 雨潭的河培军 他们总共有九位的年轻人 共同组成一个 台湾区域的振兴联盟 希望能够用民间的力量 来推动台湾的地方创生 因为这是我们的机会 如果这一次 我们再不好好的彻底去做 其实台湾的未来 是非常值得担忧的 所以在今年的6月30号 跟7月1号两天一夜的时间 在嘉义市我们举办的 这一个地方创生年会 各位可以看到 您左手边的那张照片 是我们闭幕时候的照片 将近800位的来自全国各地 关心地方创生 而且已经卷起袖子 开始在做地方创生工作的 所有的伙伴们 全部通通没有人先离开 大家都在 我们有什么样的策略 这个在去年我已经跟大家报告 我今年就不愿意再做重复了 我们希望改变过去的做法 不是用政府的补助 我们不要政府的拿了钱 补助完以后 最后又是变成一个KPI 追求KPI的一个工作 我们不希望政府 又编了很大笔的预算 去盖文子馆 这个不是我们地方创生要的 我们地方创生必须要有这一个新的做法 必须要跟未来要做一个连结 我们必须在数位经济时代 尤其在今年COVID-19之后 我们要的是软体 我们不是要硬体 所以我不希望地方创生 会成为我们这一个所谓的文子馆的帮凶 那我蛮遗憾的必须说 我也请大家要来共同监督 听说政府编了60亿的钱 要来做地方创生 我听到这个金额 我其实我非常害怕 过去两年我在国发会 我没有编一毛钱 但是这两年来 其实地方上已经开始如火如荼的 推动了各项的一个工作了 那我的战略是什么 我希望做的方法就是 由下而上 而且要走出去 要接地气 所以各位看得到的就是 我在跟地方的所有的团队 了解他们的做法 甚至离岛 我在过去的几年 到这个马祖已经超过了七次 因为我觉得越偏向 越需要我们的协助 越偏向越有机会做地方创生 我们要给他力量 我们要给他热情 那另外一个战略很重要的 在座都是我们的很多大企业 我希望企业的CSR不要只在做 这一个所谓的弱势的补助 我希望所有的CSR的这一个经费 都能够拿来做地方创生的投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永续发展 所以我们跟社会创新是一样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 是要追求永续 这一个国家战略计划是永续存在的 不是三年五年就能够完成的 大家不要有那种短视的想法 他必须要源源不断的做下去 甚至我们要跟ESG去做一个结合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但是一群人才可以走得远 如果让台北市单独走一百步 我不如让22个县市手牵手 大家一起往前走一步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三个故事 这三个故事让人家非常的感动 在台东的这一个布兹马克部落里面 有这么一队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这个先生是我们的布农族的青年 太太是一个汉人 他不是原住民 当他驾到了这个部落以后 他发现部落里面 他们的经济没有办法很好 可是部落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够把它重新的去做 用新的去做一个诠释呢 而他发现 当他们有任何的庆典的时候 他们都会吃一种东西叫做阿败 就是百发百中的第一个字叫做阿败 阿败的特色在哪里 各位看到的 他其实是有一种叶子叫做甲酸姜叶 这个甲酸姜叶是可以食用的 这个甲酸姜叶对于我们肠胃的蠕动是非常好的 那原住民习惯上甲酸姜叶包了这个小米跟猪肉之后 外面再叫月桃叶然后去把它蒸足以后 作为他们一个很好庆典的这个粮食 可是这样子只有在部落里面 而且品质也没有一致 因此这一对年轻人他们认为我们要让部落能够重生 于是他们开始去研究了用这一片叶子撑起他们的部落 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号召了这个部落妈妈当作他们的霹雳交蛙 来教他们怎么样把它规格化 把它设计出来 那2017年他们创业了 在创业的时候没有接受任何的政府的补助 完全是他们去贷款 银行贷款而来的 那么他们去年做出的成果之后 政府就给他钱了 给他一百万 说鼓励他创业也很好 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成长了 所以他可以去买更好的机器 或做更好的一个设备 两个月前 他们在101举办了他们的产品的发表会 为什么要在101半 因为他的阿拜已经不是部落的美食了 已经可以输出到五个国家二十几个城市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济力 他造就了地方的工作的人口 让他们有收入 让他的部落的生活完全就改善了 甚至这一片叶子 他的重要性就更大了 因为他们用循环经济 让这个叶子可以百分之百的运用 最好品质的去做阿拜 次品质的去打碎以后包水饺 再不好的拿来做泡茶 甚至他们还跟我们的七项公司合作 开始去监测这个叶子的长的情况如何 拍照如果不好 马上就可以进行去做改善 所以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地方创生的成功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我们新北市三峡的甘热文创 什么叫甘热 就是甘之如鱼 乐在其中 林俊成 当他回去接他爸爸的这一个事业以后 他发现在三峡有很多的中错的小孩 没有办法照顾 然后在这个放学之后没地方去 甚至吸毒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 于是他认为他必须要替地方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 只是做公益 他也没有多好的财力 于是他知道他必须靠自己的力量 他必须要创业 他就创了一个叫做河乃川 这个河乃川呢他用的是一个当地已经没有 已经方会的一个医院 不再用的医院 他把它租下来之后 把它做成一个制作豆腐 豆浆豆皮的工作室 然后开始研发好的产品来贩卖 另外他透过他自己对三峡的一个了解 以及三峡的过去的产业的盘点 他发现三峡有很好的蓝染 木雕皮革金工 这些老旧的产业不能让他不见了 这些达人都应该让他的这个记忆 这些匠人应该传承下来 于是他把这些达人 请到了他的这个河乃川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那个医院 他利用过去的每一个诊间 看病的诊间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工作室 让小朋友让这些中硕生放学之后 可以来学记忆 然后也让到这边来参观的人 也可以了解三峡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三峡的产业究竟是如何 甚至他还发展成为小旅行 然后伴着他的所谓其实所谓的河乃川 其实是秀川 大家知道三峡其实很有名的叫秀川 那整个河流要怎么样让他更为干净 怎么样让他跟当地能够更为的融合 他几乎已经把它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合 今年是他创业 也就是成立这个甘热文创的十周年 上个礼拜刚刚庆祝了 坚定的走过了这十年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 他已经有很多台湾的创投界看到了他 而愿意去投资他 慢慢的他现在也成立了小草书院 也成立了他们这一个 中硕生的这一个技职的一个训练的地方 所以在三峡他已经位为一个很好的地方创生的范例 甚至他是一个全国的最好的典范 第三个案例跟大家讲 我们阿扁总统的故乡 也就是台南的官田 官田因为纵贯铁路的路线的关系 把官田区区隔为两大半 于是官田区的居民 他不是跟旁边的麻豆 就是跟另外一边的六甲去一起生活 所以官田的人口一再一再的流失 可是我们知道官田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水质 水质是台南市的四鸟 目前在富裕当中 它是保育的鸟类 但另外有一个就是菱角 各位都吃过菱角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官田的菱角 官田菱角是台湾最好的菱角 非常非常的清甜 但是每年都有上千吨的菱角壳 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菱角壳收了以后 我到焚化炉吗 焚化炉已经要烧很多的民生垃圾 根本没有空给你烧 而菱角壳 因为菱角旁边有两个很尖的 这个会刺到 所以要收这个菱角壳 也会受伤 非常的不好 不方便去做处理 我们年轻的公务员 很有非常非常对地方有热情的区长 派到这里以后 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使命 他必须把这一个菱角壳的问题 帮地方来做解决 于是他跟陈大的教授合作去研究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菱角壳 变成一个有用的经济的家务 的作物 于是他们研究了把它烧成了菱颗炭 也获得了欧盟跟国际的生物 菱颗炭的一个认证 那菱角壳 菱颗炭可以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它可以有除臭的功能 也有 也就是它可以吸附一些异味 然后它可以除湿 还有一个很重要 它可以改善土壤 甚至它还可以净化水质 所以它有这么多的功能之后 当他们把每年的五千多吨的菱颗炭 用高温一千度去烧成 菱颗殼烧成菱颗炭之后 可以造就了地方上的原来的这些老人家 它多了一样工作 因为它可以装这个菱颗炭 然后可以卖菱颗炭 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官田的乌金 那么菱颗炭把它磨碎之后 我刚刚说它可以改善土壤 所以当你把它放到土壤里面 它对作物的生长是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它可以净化水质 如果你再把它放回菱颗田去 菱颗田是水 所以菱颗田会更清澈 清澈的结果在生产出来的菱颗 会更为的香甜 所以现在在官田 这已经是一个产业了 这一个产业已经可以让很多人 又重新获得了工作 也让一些年轻人回到了官田 各位如果现在去到官田 官田也有全年了 官田也有好多的房子盖起来了 人口慢慢的就回流了 这三个故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台湾其实有很多这样美好 令人感动的故事 当初我就这样说 我说地方创生什么时候会成功 当我们全国各地都听到这种感动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它就成功了 今天我其实还很想分享的是 培君的天空的院子的案例 但是他自己来了 所以我只好让他自己讲 那跟各位报告 这一段时间来我往各地方去走 所有的地方的年轻人 他们都愿意卷起袖子来做地方创生 他们也很愿意在这个数位经济时代的来临 利用科技的导入 让台湾的数位的转型能够更为的快速 让越在地越国际 越偏向越数位 这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也期待所有的企业家们 能够跟我们一起卷起袖子 大家来做台湾的地方创生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美玲教授 请您舞台上先留步 我们接着要先邀请下一场次的主持人 其宇潭贵宾上台共同合影 我们掌声欢迎主持人 远见杂志资深总主笔彭信珠 以及允潭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小镇文创创办人何培君 共同上台 我们与美玲教授先一起共同合影 再次掌声感谢陈美玲教授 我们也请本场次的论坛 可以先舞台上入座 本场次论坛的主题为 社会创新地方创生新生命力 把时间交给信珠总主笔 嗨 高教授 发行人 在座的所有贵宾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远见高峰会 从早上的八点半进行到现在 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一场 通常人家都说压轴好戏 对吧 那大家一定会问我说 那压轴为什么要讨论 地方创生跟社会创新呢 我想那个答案 我举两个例子 刚刚其实 国发会的前主委 已经给大家答案了 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 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讨论 今年台湾可能会出现 人口的负成长 这件事是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 要靠什么来解决 就是要靠社会创新 好 在座的所有的贵宾 应该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戴口罩一起来上课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年全球迎来了 大家意想不到的新冠疫情 就是因为我们 从20世纪开始21世纪 才不过20年 我们遇到了很多 严峻的社会议题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人口老化的问题 贫富悬殊的问题 乃至于新的病途的出现的问题 等等的问题 资源 生态 能源 等等 好像似乎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 用过去的经验 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呢 联合国才会有一个新的倡议 那个就是要用 永续发展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只有今天 这样的一个论坛的主题 所以可想而知 今天的论坛真的是压轴 而且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议题虽然很严肃 但是我很轻松 因为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发觉他们两个真的是 妙语如珠 而且那个很健谈 我几乎就是轻松的 把问题抛给两位 就可以了 我想在座的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 我不用介绍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吧 他是 他是我们九位政务委员里面 最年轻的 也最创新的 你知道他有三大业务 开放政府 青年参与 跟社会创新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邀请他来 立临的关系 另外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何培君 我相信从事地方创生的人 都很清楚 培君花了15年的时间 从一个负债1500万的小伙子 到现在 创立了这个 小镇文创的一个创办人 那他的很多丰富的经验 我们天下文化也陆续的出版 在今年7月底的时候 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 《你想怎么活出怎样的小镇》 这本书我真的很强烈的建议 大家去买来看 不是因为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是真的 他会给你很多新的想象 会颠覆了你过去 对于这个 在地创生的一些想法 那我现在 就把宝贵的时间 留给两位雨滩人 来分享 那我首先要请教 这个唐凤的地方就是 我知道唐凤是一个 很善于沟通的人 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 他当政务委员这几年 其实他一直在做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对话跟沟通 跟不同的人对话跟沟通 然后呢 你几乎是有固定的时间吗 就是以后你们知道了 其实是可以跟他预约的 每个星期三 对 跟他预约 然后呢 他就会在仁爱入的这个 仁爱入三段就是这样 他会回答你任何的问题 那我刚才就很好奇的问他 我就说 那你这么多年来 到底大家都问你一些什么问题 他就说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 但是他都会把它转到 跟社会创新的相关的东西 那我就在想 就是说 请唐凤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 到底台湾的民众 最在意或最想要参与的部分是什么 那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你所扮演的角色是政府的角色 所以就是政府在这个地方 社会创新的部分 有给予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一个做法跟支持 我们欢迎唐凤 好 谢谢 因为我们这一场后面就是晚餐 我是挡在各位跟晚餐之间 而且大家刚刚听完美颖老师的分享 一定很想听他的故事 所以我是挡在各位跟故事中间 所以呢 我这一段呢 我就可能只用两分钟左右 非常简略的来回答 人家5399号本来是空军总部 那他是围墙非常高 戒备森严等等 那但是呢 我们是弃回了家乡的红砖 拆掉了水泥墙 那意思就是说 大家随时 现在就好像 就是大安森林公园旁边 堆了一座公园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走进来 然后跟我来对话 那我唯一的要求呢 就是说我们的对话内容 必须要公开上网 不管是用YouTube的这个影片 或者是用逐字稿的方式 非常有意思 因为如果是私下跟我来对话的话 很多人会提出一些 只对他有好处 对其他人就未必有那么好处 的这样一些想法 但是既然知道 全部都会完全透明的公开上网 每一个人提出来的事情 都是对不是说全台湾 全世界都有好处 的这样一种公益的这种目标 因为他知道全世界都在看嘛 所以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 但是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所谓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这个就是社会创新的意思 所以如果说地方创生 是生根发芽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是有蒲公英的种子 开始飞向全世界 那重点就是要增加它的什么呢 基本传染数 就是要增加这个idea with spreading 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那个能力 好比上说我为什么戴这个口罩 就是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这个口罩哪里买的 然后我就说 这个是在一个叫做酷盖的店上 很酷的酷盖子的盖 你看到彩虹口罩的时候 说真的你未必去那家店上买 你未必是跟同一个制造商买 说不定买的是口罩套 因为这个概念就是说 把口罩弄得很时尚 而且是彩虹的颜色 大家都愿意戴上 就可以产生一个公共利益 什么呢 就是有四分之三的人戴口罩 请洗手 就没有病毒嘛 大概大家都是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全世界分享的时候 不管是彩虹口罩 不管是粉红口罩 这些都是我们从台湾出发的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创新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因为我也很想听它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边 然后待会透过对话 来进一步开展 有唐凤在我一点都不担心 裴军很多人都认识他 他真的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年轻人 我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三年前认识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 姐我跟你讲我现在在做什么 结果你知道吗 我昨天去follow一下他的脸 说天啊我跟不上他的速度了 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 他把台湾的在地创生的经验 要输出到亚洲各国去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在地创生呢 是亚洲的最大的交集 我相信你一定有很深的一个感触 然后他最近也在training很多的 所谓亚洲籍或亚洲籍的实践家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好 在那个政委旁边都特别紧张的 不过我今天来呢 也很谢谢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在南投竹山 今年已经是15年了 我从26岁 我今年已经40岁了 所以从原本的热血的青年 现在变成有很大的人情世故的中年 但是我对竹山的一些想法 把它扩大到台湾的整个发展的时候 我有很特别的感触 尤其我从三年前 我大概开始从中国大陆 在跟他们对岸的交流完之后 后来就开始有大量的 从马来西亚很多的团队 也到我们竹山来看 一直到去年 开始有日本的团队 也到我们竹山来看 那在这些交流的过程 我发现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象 就是以地方创生来说 在当地看起来好像是很多的困境 我们怎么请全国之力 来解决地方的问题 但是我在亚洲的这些角度的尺度来看的时候 我却发现它是有很大的机会 因为如果我们拉长这个思考的尺度的话 亚洲各国都在为解决它城乡落差 焦头烂尔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均衡的发展 这件事情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所以后来 刚才开始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看到非常多它的种族的多元的这种丰富的程度 这反而让我感觉到台湾的这种 很多元种族的这种能量 好像慢慢的比较少看到 那很少看到有这种自然而然 民间就看到这种多样性的东西 台湾越来越一致化 雷同化 没特色化的这种困境 你看我们到台湾的老街商圈 闹街夜市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 然后你到台湾的社区到处都在行程导览DIY叫风卫餐 所以如果大家在这样抄来抄去是不行的 它是不行的 那我到日本去看的时候 他们都做得非常细致的一些地方的发展 台湾到日本去旅游都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羡慕 我甚至看他们中班幼稚园的孩子 中午都用陶的碗在吃饭 我看了吓一大跳 他跟我说 诶 何老师这个是要训练小朋友什么叫做小心啊 台湾的幼稚园的餐区是什么做的 铁的 塑胶的 因为你怕它破 所以就给它铁制的东西 可是它很容易就从小一路不小心到它长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从亚洲的角度来看台湾的话 我们会在乡镇里面怎么准备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 我尝试在竹山的这个小小的社区 我们开始做了一个亚洲的实践家的计划的培训 那这个也是 开始怎么让竹山的一些年轻人 竹山的孩子 他们在当地生活的过程当中 可以有日本的观念 马来西亚的观念 对岸的一些观念可以进来 让我们能够更快速的 可以跟亚洲产生很多的合作跟交流 所以中间呢就回到 我们就在想需要导入科技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沟通跟交通的这些成本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就开始也尝试用区块链的技术 正在做一个亚洲创生的联合平台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如果台湾要在亚洲跟各国政府要交流的时候呢 如果你可以的话 因为我们比较市场比较小 然后人没那么多 想法没像各国周遭这些那么的领土那么大 如果我们可以先在亚洲 产生了一个联盟 我们把它串联起来 再单独的跟它各国政府谈 比较容易成功 这是我个人的见面 因为我前面有几次我都是 请我全部的洪荒之力 希望能够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难度很高 他会觉得你的市场很小 但是我把大家串联起来的时候 跟他单一谈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个 台湾刚好在亚洲的中心 他跟各国沟通交流是最好的 而且我们最近开始 有一些日本的年轻人 说他们的老师 希望派他到竹山来看竹山的地方 说他们发现 台湾这两年地方创生的经验 好像民间的动能很大 想要来这边看 因此他就跑到靖怡大学去 学中文 在那个华语中心学中文 后来就到我们竹山这个地方来看 来看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你中文一定要好好学 他说对 我很喜欢台湾 台湾的防疫这些都做得很好 我们日本很喜欢来台湾这里 我说你不能只是为了台湾来学中文 你应该到台湾来学中文之后 你可以到亚洲的市场 因为我们台湾有最好的中华文化 最好的繁体制 最好的人文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台湾的背后象征的 亚洲华人的一个中心 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地方接受教育 从小就知道有这种优势的话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第二个我也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也因为为什么要透过数位到国际去 因为你不能够永远都只是在地方 看地方的问题 没有抬头看看外面的舞台有多么辽阔 我经常讲就是我们的联考制度 教育制度 体制 你们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我个人到今天还是觉得我们的联考制度 就是把全台湾各地的孩子 训练给城市的行业去用的制度 很像 因为我们的国小 国中 高中的孩子 对自己的故乡是不了解的 你们知道你们的故乡有多少条河川吗 住了多少人口 人均所得是多少 有多少行业 他的机会在哪 他的优势在哪 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可是你会告诉我你很爱你的故乡啊 可是你的故乡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国小 国中 高中 台湾乡镇的孩子每天就是学校 补习班 家里跟安心班的这种状态 我们没有花时间教孩子 如果你要到城市去这一套给你了 可是你要回来的时候你回不来 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故乡 只有国小 国中 高中的求学阶段 地方创生的基础工程 他更应该是要在教育的基础上 去教孩子看到家乡的优点在哪里 然后他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就像刚刚大家所讲到的就是 他怎么样能够有长期性的这种特质 怎么去训练 像日本他们在做很多的细节的东西 台湾怎么去学习他们的优点 怎么学习马来西亚的优点 怎么学习对岸的优点 我们怎么跟周遭的国家这些优点学习 然后带回来到台湾 台湾怎么在协助周遭各国 让他们越来越好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当我们身为竹山的大人呢 能够让当地的孩子看到亚洲的这种视野的话 这是我在竹山努力到 到今年很重要的原因啦 以上大概是这样 谢谢 你看我多轻松 给他三天三夜话都讲不完 我要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些年轻同事 他是非常地崇拜您的 所以呢我在想就是说 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 想从事这个社会创新的工作 但是他们又认为就是说 我又没钱没资源没人 我也不是企业 我也不是组织 我也不是机构 可以吗 您觉得 确实 我们为什么在社会创新行动方案里面 在那个社会创新组织的登录平台里面 特别去讲说 就算你是一个艺人的团队 就算你是一个合作组织事业 不一定是企业嘛 那就算是甚至一所大选 或者是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USR计划 或者是一个高中里面的一团 跟旁边的大学的USR计划 合作的一群社团朋友们 那因为在新克纲之后 他其实可以进入政客了 不一定要是第八节课或社团了 就是任何一个人 一群人等等 他只要有一个 能够扣合联合国永续目标的一个想法 然后能够扩散的话 他就是我们社会创新的一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程度的一个包容性 是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说 那我part time我也可以来参与 我不需要是好像four time来参与 我还是一样上选嘛 好比像说像我们高中一年级的之前 大概两年多前 有一位叫王宣如的一位同学 当时他在我们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面 开始的一个这个案 这个是提案叫做 就是逐步禁用这个塑胶吸管等面戏餐具 那这个其实就是减缩嘛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但后来呢 他就去跟一个Facebook一个社团 叫不塑之可塑胶的塑 结合起来 然后呢就马上变成一个 有点像我们的那个Greta的那种运动 就是大家就那个海龟的照片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之类 然后就变成一个蜂巢 那我们当时看到他是个连署人 因为我们是可以允许笔名 允许匿名的 他当时取的这个名字叫做 我爱大象 大象爱我 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说他到底是谁 那我们再是看那个连署成功的这个人数 这个速度等等 我们就觉得一定是一个环团的一个大佬 才能够一下子在几天之内 纠集出上千人嘛 结果我们实际上 经济部环保署去开协作会议的时候 16岁一个高中生 那我们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提这个案 他说这是我们公民课的作业 我们的公民老师出一个题目 要同学想能够纠集五千人的一种创新的一种方案 然后在公共测试网络参与平台上面所提出来 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像王轩如他离有投票权 不管是两年的距离还是四年的距离 但是他就已经是民主的一部分 他已经觉得说他一个人的主意 就已经可以影响这个社会 而且真的他的想法现在是真的嘛 各位知道内用啊 这些都已经没有塑胶吸管了嘛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整个减速的风气 就变成是一个年轻人里面 你不用特别去问 他们就觉得说减速那当然是应该的 那甚至还会有人问我说 那我穿的这件衣服啊 它这个材料是什么 那我就会说 这个是三杯咖啡 然后跟一些回收的宝特瓶 做成的咖啡沙 它是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产物 那所以在整个减速的趋势之下 我们政府做了什么呢 好比像说 我们每年会办总统杯的黑客送 这也是社会装心行动方案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请大家去运用 像数位的技术 去推广像减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日本呢 有一个看这个 哪里可以这个有饮水机的地方 叫做Mamitsu 是这样子一个地图 但是在台湾呢 它的扩散性呢特别高 台湾的这个团队 一个社会企业做的叫做凤茶 那各位可能之前有看过环保署的那个文案嘛 对不对 这个是糖凤 糖凤放一杯茶 叫一个茶壶叫糖凤茶 然后放一个凤茶的QR code 叫做糖凤茶 那这个凤茶的概念呢 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文化嘛 就是在一个大榕树下 或什么树下放一壶茶等等 所以你装了这个APP之后 第一个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月有上万人有用过这个APP 已经减少了多少宝特瓶 然后另外就是你旁边 你手上拿着这个水壶 不要把它想成水壶 想成一个游戏道具 好像宝可梦一样 你就去那些凤茶店 就是打卡打卡打卡 连续打卡50天之后 第一个你大概就会戒掉 买宝特瓶的那个习惯 然后第二个 这个呢又可以再去兑换 其他的社会创新组织 好比像说格外农品 等等的这些 它自己有故事 有地方创生的这个能力 而且它的那些格外品 虽然卖相不好 但是你重新加上水之后 冲完之后 吃非常好的水果茶 它还有什么大道程解锁任务 什么之类的 所以也就是说用数位的力量 让简素一串实实传牌之外 又可以再进一步 让它更了解 这些地方创生的这些 文化的这些记忆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听完谭凤的分享的故事 我觉得台湾越来越有希望 我想那个培君 因为他辅导了非常多的人 从事这个地方创生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请你 举几个例子 你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的一些代表的个案 其实因为我觉得 台湾现在刚开始在推动 其实它也感觉地方创生 好像跟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 其实都有在价值观的交集 因为它的背后 大概都会有像联合国SDGS的 一些永续发展指标的关注 就像我们在竹山的发展 非常的关注 这一年带进来的游客 可以保护地方多少文化 保护多少生态 能够让当地的居民如何 能够在当地 好的 很好的方式去生存 那这些细节在台湾以往 在做这种观光的 这种振兴地方的逻辑上面 有比较大的不一样 因为观光大概 那么多年只重视 一年带了多少人潮跟前潮 这两件事情 可是其他的永续发展的 这些指标 我们很少关注 甚至是分开来做的 也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的民间 很需要政府 在顶层的规划上面 需要一个永续发展的指标 到地方政府上面 都需要依循的政策 如果只是为了 有时候这个部门为了要刺激经济 就盖了很多的工厂 但是导致很多的污染出现 那环保的单位又冲过来 再重新来把它捕捉 那环保之后很多的 又发现又没有经济 所以到最后 我们会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在原地踏步是这样来的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顶层的 这种永续发展的这种指标 它应该 就是台湾长期来讲的 跨部会的整合沟通 以及永续治理的这个方法 到底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困惑 所以我很难去讲说 在这两年 什么叫做台湾做得最好的地方创生团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北中南东跟离岛都有像这样 热衷于怎么让地方 走向那样愿景的团队 像在刚刚那个 主委有提到的那个甘乐 在北部 南部像王继维 台青椒 或者是东部花莲的 那个练习曲 胡文伟 这些其实都是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跟心力 在希望以陪伴的方式在当地越来越好 那这些的引擎能不能够再去带更多的 台湾的年轻人 包括现在开始进来到地方创生的 那他们上面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去引导他们 那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是需要有一个环境 而不是我们每一年大概又创造了多少个团队 或者带了多少的指标 到底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发展的地方 能不能够有一个好的这种典范的治理经验 我觉得这个也是地方创成上面很重要的考验 所以还在努力的路上 需要政委这边来多来协调跟帮忙 大概是这样 谢谢 裴军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因为我们刚刚事前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很忧心的跟我讲说 年轻人对这个社会创新有兴趣 他也欢迎各界的人来参与 但是他一直非常的担心就是说 我得把他这15年来的所经历的一些困境 跟他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因为他也怕大家这个一窝蜂的进来 光有一腔的热血 然后进来的时候碰到非常多的瓶颈 他刚刚也提到的一个最主要就是一个 有人带头做 还有一个方向的问题 那我也在想就是说 唐凤这几年等于是代表这个政府 来推动这个社会创新的部分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也一定会碰到一些困境跟瓶颈 是不是 没有啊 完全没有 你真的是政府的最佳代言人 相信相信之下 这个裴军真的很优 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但是他跟我谈到这件事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很忧虑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这部分 我们的唐正伟应该要给予他 很多的协助跟指导 其实哦 讲到治理 这其实是在此之前 就是我们因为四年 就是一个任期 不管是地方还是中央的关系 我们当时 我还记得就是千安基础建设计划 我们提了八年期 去立法院 被推荐啊 说你们怎么知道 你们可以做八年啊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切成 两个四年的段落来提啊 那中央尚且如此 地方更不用说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从早期的设造的经验 就告诉我们 你在一个地方蹲点 到你看到 有能人能够接你的这个接班 至少就是五年 五年大于四年嘛 大于一个市长或者县长的任期嘛 所以也就是说 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培植一个 能够大于四年的这样子 一个规划的一个生态圈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在我看起来 就是要有一个概念 叫做social sector 就是社会部门 在以前我们都把它叫第三部门 好像是很不重要的 比次要还要次要的 叫做志愿部门 可能就是自己有事的时候 还有这个去忙 没事的时候再做一些慈善 还有一些很多别的部门嘛 的这种讲法 但是呢 其实在台湾一向 因为我们在解研前后 就已经有很多社会部门的朋友 不管是说以合作社形态经营的 像祝福联盟共同购买 或者是说以基金会形态经营的 当然就是包含大爱感恩 后来也有公司形态了 理人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在累积这个社会部门 它的长城规划的这个能力 他们每一个都是以20年起跳 来想事情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说社会部门才是正当性的来源 社会部门才能够持续去在地方创世里面 去当互动的这个平台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真的能够去把 像刚刚讲到的16、7岁 像王宣如 他现在是我们开放政府的 国家的行政院的 咨询小组的 推动小组的委员了 那他这辈的 就是16、7岁 非常有憧憬 而且非常有时间 跟六、七十岁 也非常有憧憬 非常有时间 这两群人 能够接在一起 然后让社会部门变得更强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在开放政府 国家行动方案里面 确实也有地方创生 互动平台的机制的建制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可能只能讲这个关键字 但是未来我想我们是非常愿意 去这样子互动 事实上我们好像下个礼拜 还是下下个礼拜 就要对这个做一个很具体的讨论 唐峰给培君一些鼓励吧 我知道你刚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10月22号 刚刚结束的 亚太社会创新的一个合作展 有来自16个国家 提出了95个作品 对吧 所以你接触非常非常多的 国外的有过样于社会创新的一些个案 是不是有一些让你比较耳目一新的 也可以给培君一些参考 不过当然就是说 像我们做分散式账本的 其实口罩地图就是目前全世界 分散式账本最好的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任何的药局的药师 每30秒钟愿意公开他们的库存数量 然后又分散到140个不同的开发者手上 所以以至于每个人排队的时候 只要看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之后 他把手上那个集管家稍微刷新一下 就知道前面的人到底是大人的口罩 还是小孩的口罩 因为你看他扣9片 还是扣10片就知道 那这样子一种参与式的 就是互相给出交代 Mutual accountability 其实就是分散式账本的一个精髓了 所以当然我们在就是国际的案例里面 有看到很多分散式账本的一个良好的应用 但是我自己觉得说所谓的台湾model 就是说我们在防疫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lockdown 为什么不用封城 就是因为大家彼此互相给得出交代 那同样我们在处理 好比像说假讯息危害防治等等的 这个时候所谓infodemic 我们为什么没有用takedown 就是政府可以叫随便谁的贴文下架 不是这样吗 同样的我们是靠社会部门 像G0V的真的假的 或者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Michael Penn等等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组成一个以十年二十年为期的 这个社会部门 运用分散式账本这样的精神 去不断累积正当性 这样子才能够去处理 超过四年的程度的事情 不管是pandemic也好 infodemic也好 我就说嘛 有你们两个愚货根本很轻松 你看我现在时间只剩下四分钟 我好紧张 来 那个裴君你出了两本书 帮我们做个总结吧 其实我因为怎么去谈我现在的状态呢 其实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几乎十五年来 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 因为脑海中总是觉得 这十五年从二十六到四十岁 我接受台湾社会的帮助跟照顾太多 怎么样可以努力地工作 然后去给竹山的孩子 去看我们怎么样去展现我们大人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很难跟当地的孩子去谈 他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可是你大人怎么活给他们来 看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所以每天在想的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到底是怀抱什么样的思想 跟什么样的意志 然后在当地努力地生活 那所以反而在这三年 一直在关注地方孩子的教育 那这也是三峡的郡城 他带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在以前都认为好像地方是经济的问题 好像是建设的问题 好像也是地方的这种政治的问题 可是我后来慢慢地感觉 如果像刚刚政委所提到的 你民间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那但是那政府的角色到底又是什么 那到底大人在这样混沌的社会状态 我们到底要跟孩子讲什么样的话语 那这些东西就回到 我们大人有没有好好地思考过 你的一言一举的行动 有一句话说 人生事实不惑 可是我事实反而比较困惑 我一直觉得这个话有点问题 真的有点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40岁的时候 我的工作的生命力跟经验是最丰富的 可是我发现我的家庭需要我最多的时间 我的朋友需要我最多的时间 我父母亲的健康 我孩子的教育 这些所有的事情是要有智慧的去面对的 但是40岁的人生到底要怎么活 我们没有那样的经验 我倒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到40岁 他不是为了他的家庭放弃掉他最爱的工作 也很容易为了他的工作放弃掉他的家庭的 所以我也在想说 是不是所谓的 我们要人心要能够重生 地方才能够创生 这个是我在第二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我到底怎么去在台湾社会去展现我40岁的年纪 怎么样把台湾 然后跟当地跟亚洲能够把它联动起来 如果在我的40岁到50岁 我都能够全力以赴的去找到最好的 在乡镇的生活的方式 然后再教育竹山的孩子 让他们可以看到亚洲的世界 我在想这可能是一个我所能够做的事情 我每一年像高教授还有王发行人都到竹山关心我们 很谢谢你们 就是一直长期的关心我们在竹山的情况 就是一直觉得我母亲常跟我说 我是一个乡下的孩子 然后有办法受到社会那么多的照顾 一定要努力的生活下去 所以今天也是怀抱着这样的心情 跟大家一起交流 谢谢 谢谢裴军 刚刚唐凤跟我说 唐凤跟我说 他最近一直在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 你知道国际媒体只给他90秒的时间 我现在只给你30秒 做一个结论 刚刚说政府的角色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刷健保卡就是社会主义 刷金融卡就是资本主义 所以对于通讯的权利 健康的权利 以及学习的权利 这三个是国家责无旁贷的 如果我们通讯学习健康这三个权利 让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 都是平等的 其他的部分 我相信社会的创新一定会出现 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你完成任务了 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在中央跟地方的努力之下 可以出现更多更多年轻版的 唐凤跟何培君 那我们台湾的未来一定非常的美好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请共同在我们最热的掌声 给本场次最后一场论坛 感谢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以及裴军 我们请共同在舞台前再次合影 同时远见高峰会 今天大会的第一天的议程 也在此圆满结束 感谢各位贵宾的参与 感谢观看